极端气候冲击全球 欧洲多数地区的高温记录再刷新 瑞士滑雪胜地甚至因为气温攀升 积雪不如预期 少了白雪矮矮的景致 放眼望去只见大片草地 许多地势较低的滑雪场不是该以人造雪取代 就是被迫关闭 瑞士先前举办的世界杯滑雪赛事 因为缺雪必须在人造雪上进行比赛 虽然全球暖化与气候危机加剧 世界山脉的雪线逐渐升高 适合举办滑雪比赛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有学者表示 人造雪赛场的照应表面更滑 增加安全疑虑 许多滑雪运动员也呼吁国际滑雪组织 应定定应对气候变迁的策略 算是修改滑雪比赛的时间 确保滑雪比赛能顺利进行 也降低意外风险 气候变迁导致欧洲冬天发烧 反常现象震惊许多科学家 不过温暖的冬季却也意外缓解了欧洲国家能源危机 许多因为战争而缺乏电力过冬的国家 暂时松了一口气 装饰综合报道